OK 同學們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做的是 我們等一下會接上我們的RGB燈珠上面的 就是接上燈珠上面的線 然後呢還有接上我們的RGB燈珠在這裡 就是這個下面 然後再接上我們的那個旁邊的光感測器模組 在這裡 那藉此去做到一個 就是我們連接光感測器模組去判斷它的一個外面的光度 它到了一定值的時候就可能會去自動打開我們室內的電燈 那等一下也會稍微設計一下讓這個RGB燈珠是可以 就是有不一樣的燈光顏色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使用到像這樣子的燈珠 那其實同學們應該也有看過像是那種小的 就大概這麼小的LED發光的半導體二極體 它就是有兩條線 然後各有上面有連接一個小燈泡這樣子 但那個的缺點就是它的燈光是固定的 那我們這邊的是有三色的 我們的燈珠是三色RGB的LED燈珠 那它每一種光都有256種亮度 所以總共結合起來就是256的三次方總變化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接線 那我們現在一樣拿出一個三條一起的線 那我現在拿的是綠色、藍色跟紫色的線 那我們先把它接上我們的RGB燈珠 它的燈珠在這裡 它的燈珠在這裡 那我們就先接一邊 把它接到右邊的針腳 我們現在接的是用紫色、藍色跟綠色的這個順序 我們現在接的是用紫色、藍色跟綠色的這個順序 那這樣子把它推好之後就是接好了 那我們就是一樣把另外這邊的公頭 接到我們的麵包板跟D1 mini上面去 那我們先接D1 mini上面的線 藍線呢中間這個藍線是要接到D1 mini上面的 它要接到就是右邊的D5角位 這樣子把它接上去 這裡的D5 然後另外兩條綠色跟紫色 綠色要接到負極的第11格 那紫色要接到正極的第11格 那接下來我們來接我們的觀感測器的模組 因為這邊我們的觀感測器它是在這裡的 那我們的麵包板在這邊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就是兩組這種公對母的線去做連接 把它延長 那我們拿的其中一條是20公分就是比較長的 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條是10公分的就是我們正常在用的 那我們先接就是20公分的 20公分的我們就這樣子接 因為我們這次拿的是灰白黑色的顏色 那我們還是稍微記一下它順序 我們現在把灰色放在最左邊 然後黑色再接上去 同學前面在鎖這個釘子的時候還是要鎖緊一點 那像這個零件其實會有點不太穩 那像這個零件其實會有點不太穩 還是可以去就是 稍微用一下膠把它弄緊 那我們這邊啊 就是把它接到10公分的那裡的母頭上 那顏色還是要對顏色 不然 就是 後面自己在看的時候可能會很亂 稍微去推一下應該是可以插到底的 那我們另外一邊就是一樣接到我們的 一個地方迷你跟麵包板上面 我們的灰色 灰色接到我們的正極 正極倒數的第14格 這個應該是21格吧 然後 倒數第一 然後 白色插到一樣它的旁邊 副集的 倒數第4格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黑色要接到我們的第二面衣上面 黑色要接到我們前面接的這個黃線 右側的 A0角位 然後像這樣接上去啊 可能要再理一下線 把線壓到旁邊 會比較 不容易去卡到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把 就是 這兩條線稍微 理在一起 好那 這邊我們接線就完成了 那等一下就是 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城市 然後再 展示一下 我們 就是亮燈的成果 好那接下來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樣去遠端 就是 查看我們的 觀感測器現在的模組 回傳的數值 然後並且設定它 當大家感受到我們的 現在光照不足的時候呢 就會自動的 把我們的燈打開 在 所有城市的前面 就一樣 我們還是要導入這個 Machine 然後去 input pi mpwn 然後這邊 一樣要使用到 adc 跟 spi 然後一樣 使用到 time 然後這邊會 一樣再使用到我們的 前面 回視度感測器的時候 用過的 這個DHT的模組 然後還會多一個 這個 這個 NEO PISO 這個東西呢 它同樣是 我們在這邊要 使用到的 一個 很重要的模組 那它的作用 就是在 設定燈珠物件的時候啊 我們 可以去設定到 串接幾個燈珠 然後才能夠 進一步的去控制 因為我們總共有幾個燈 要讓它 去亮 這樣子 那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要先 寫 為我們的 RGB 燈珠寫一個 它的 變數跟角位 那這邊就用到 剛才提到的 這個 DEO PISO的 函式 那這邊我們就是 只用到 一顆燈泡 所以 就是 後面就寫 1 那 PIN 在 DEO 上面是 14 好 那 接著是要 寫一個 Light的模組 Light的變數 那這邊就是用到 ADC這個 套件 去為它做設定 這個Light呢 就是我們的 光感測的物件 那後面 去讀取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獲得我們的 光強度的 光強度的 數值 那一樣我們 在這邊就寫一個 Wild 處 熊迴圈能夠持續的去 獲得它 那 再寫一個 變數去 取得我們的 Light 獲得的 光感測器 數值 接著把它 混得出來以便觀察 那接著肯定就是要去判斷 那當我們取得這個 Bright的 數值的時候啊 當它 小於 某一個定值的時候 就要去 開啟我們的 自動燈 然後讓它 讓室內 可以獲得光照 那我們這邊寫一個 應付 這邊就是隨 同學們自己想要去 設定什麼 就設定 那我們這邊就 設定一個40 然後寫一個 NP的 方選 那 這個NP裡面 儲存的其實就是我們的 RGB的 就是 色 色值 大家應該知道 RGB就是 256 256 最大的就是 256 256 256 然後就是三個數值 然後 紅藍黃這幾個值下去 做調整 那 這邊就是一樣 同學們想要什麼樣的 顏色的燈 因為我們用到的是 整個 RGB 燈珠的模組 那 顏色是可以 我們自己去調的 所以就是 所以同學們想要 呈現什麼顏色 就去寫入這樣子 那後面寫 NPWrite 就是把這個 顏色的模組 寫上去 那接下來我們 有Inf 之後一定要有 Else 就是 在不符合這個值的時候 我們的 NP0 也就是剛才設定的 顏色 就要 全部歸零 以及 就是我們的 燈就不要亮 這樣子 那 一樣要再把它 寫進去 這個寫入其實就是 執行的意思 那 像這樣子 最後再寫一個 SWIP的頓點 我們現在一樣 是有連著 D1迷的 那我們就 做執行 然後就可以看到 現在回傳的 就是我們的 光感測器上面的 數值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的時候 去用 手 去把它 阻擋啊 去看看 它的數值 會有什麼變化 那像我現在 就是 有在用 手擋著 所以它的數值 會就是慢慢 變小 那同學們 這個時候 應該就可以在我們的 這位小屋上面 看到我們的 RGB的燈 是有亮起來的 那 這邊就是 我們的 城市 主要城市 那一樣 就是 我們其實也可以 使用到 Blank去做一個 控制的動作 那 就是 這個部分 城市啊 是可以使用到 它去 遙控 遠控 在我們的 Blank上面 去設定 它的 RGB的 顏色的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同學們大家 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自己去看看 類似的用法 這邊就不再多提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展示的 就是我們的 RGB燈珠的 亮燈 它會自動感應 就是到我們的 右側門這裡的啊 它的光感測器質 小魚定質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 進行閃爍 那我們的 燈在這裡 OK 那我現在 從電腦這邊開始 啟動 城市運行 那可能也需要 就是手 稍微遮一下 它這一個 光源的部分 它就會亮燈 那這個燈上面的顏色 大概是我們自己調的 那 怕它閃亮 喔 還蠻亮的 呵 就是 用這個擋板遮起來啊 可能會比較方便 那同學們應該可以看到 它閃爍的地方是 中間這一個燈珠這裡 所以就是每當它光感測器質 我現在如果用手 捂著這裡啊 然後 它就會 小魚那個 當下的質 那因為它有點延遲啦 可能 就是 因為前面 城市設定那個 Sleeper是1秒 那1秒的話 可能就是有時候會 導致有點延遲 那我現在如果 改一下城市 我在我這裡 進行 一下改動 把它改成 0.1秒 應該就是 它反應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一樣像這樣子 把它遮起來 它就會 比較長時間的去 做一個閃爍 那像現在的背對光源之後啊 它就比較不會照到 那它就會 比較長時間的做 進行一個閃爍 的動作 不太好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邊就是我們的demo 我有沒有看到 的 有些人 可以做到 有些人